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 《甄嬛传》的两位演员华飞蒋星和果军王李东学 一亮相呢就让人大跌眼镜 特别是这华飞蒋星她的妆容呢更是被网友戏称做事 皇上赏了一帐红中了毒中毒妆 那面对网友的吐槽华飞蒋星是如何看待的呢 一身藏青色礼服再配上深色的眼妆和紫黑色的口红 这一身形透让蒋星看起来与以往差别很大 而一旁的李东学不仅脸色暗沉 条纹西装也显得有些臃肿 日前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 蒋星和李东学这样一组特殊的造型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被网友评价为喝了皇上赐的毒酒 甚至有网友直呼快请温太医 对此蒋星会如何回应呢 北京电影 其实是因为时间紧任务重 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去赶那个妆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光线的问题 我们在房间所有的窗帘都是拉着的 我们光线不足 然后化完的妆在那天的光线下 而且是阴天 所以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包括我认为啊 摄影师的那个光比也没有调好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对吧 阴天 所以我们的脸都是轻的 时间和技术等方面出现的问题 让蒋星和李东学有些尴尬 可照片中的当事人倒也看得开 事后马上发布了一条微博 拿其他几位主演们开起了玩笑 皇上刺的毒酒足而集体发酵 各位嫔妃频频中枪 和李东学如此乐观的心态一样 蒋星也显得十分豁达 把这次在妆容上意外遭遇滑铁炉 看得很淡然 他给我发了信息 然后说那个我们都火到台湾去了 我说我知道没关系 我在那个新浪的话题版第一啊 排行一天半的时间全是第一 我也要感谢那个摄影师 然后可以让我成为了话题女王 然后手剧榜首 我觉得没关系 真的 你每次出席什么活动都不一定能做到 完全是那么让人觉得那么完美的